那尼勒佛祖用右手食指 填了滴那么多口中神水 在孙悟空手心里写了个金字 于是孙悟空就一手握拳 一手拿着一条鱼翼金枯棒 又去到山门外边大声喊 快点进去叫我孙悟空出来 你说他爷爷来找他 少女或是卡托去报 那黄微怪就问 那只猴子带几个人马来摸 没有啊 只是他一个人来的 那魔王就笑起来 哈哈 这个猴子已经继穷力气 求救无人 今次自己来送命了 他就立刻着好披挂 拿着那件宝贝 一手握着狼牙棒出大门 算不好 今次山穷水尽了吧 嘿嘿 老孙法力无穷 都会有山穷水尽之时的 哈哈 你看你 到处去请救兵 泥尘都被我捉了 请到现在无处可请了 虽虽一个人迎单迎席就来送死 那又不是山穷水尽 我呸 你都不知死活的 还这么多嘴呢 先捱我一棍 那个魔王呢 见到孙悟空一手握滚 一只手握着拳头就笑上来 啊 你那只猴子 一手握滚那只手间就被我打毁了 回去吧 回去拿着药先吧 看人家打什么 我呸 打什么 你不过靠个包袱皮而已 来啊 你来啊 来啊 你试一下 如果你不用那包袱皮啊 你爷爷两军啊 打到那只跪在那里喊不敢了 那个魔王呢 被他一击 就击了一些火了 好 我现在不用那宝贝 我就用这只狼牙棒来收拾你 孙悟空见他迎上来呢 面对面就是将拳头一放 那个妖魔好像中了邪一样 一刻 美金就跟着追上来 就不懂得用个宝贝来套人 那个孙悟空打了两个回合 一旦就拜下阵来 那个魔王在后面追着来 追到山坡 孙悟空见到那颗赛地了 就立刻打个滚一圈 就圈了进去 变了个大西瓜 又大又素 那个魔王就追到瓜田旁边 不见了孙悟空 他打了一轮又热又口渴 见到西瓜就想吃那种大声喊 这些瓜是这个种啊 在旁边茅廖那里 一个种瓜的老公公 扶着拐掌出来 大王啊 那些瓜是小人种的 有些很熟的 你看看那种 又大又熟又甜又多水 保保你生瓶解渴 一边讲 一边摘出最大的西瓜出来 双手捧着给魔王 魔王一摘过西瓜 一咬就咬到两边 一咚就咬下去了 对了 孙悟空已经乘机捐入肚里面 哎呀 那个猫猫王三番几次被魔王的宝贝打败 鼓了一肚气了 这次就报仇这么报了 在肚里面打筋斗树蜻蜓 踢起双飞脚 把头来猛地撞 痛到那魔王 雷水汪汪 摁着肚子在地上 滚来滚去 几某瓜田 被他滚到平 一刻就叫 哎呀痛死我了 哎呀救命啊 谁来救我啊 谁来救我啊 那个卖瓜的老公公 一下子就言翻本想 原来就是尼勒佛祖 哈哈 你的业畜你说 你看看我是谁 那个妖精抬头一望 吓到跪在地上 摁着肚子 一刻就叩头 主人公啊主人公啊 哎呀饶恕我一命 饶恕我一命 我不敢了不敢了 尼勒佛祖笑口 淫淫 不方不望 上前一手称了他 拿了他的狼牙棒 和那块包袱皮 那个魔王呢 还一刻就摁着肚子 叫救命 叫肚痛 尼勒佛祖心中不忍 就说 悟空啊 好了好了 看在我面上 放过他这次了 那个孙悟空的道气 还没消 左一拳 右一脚 拿光偷来猛顶头取 搞到那个魔王 一味在地上 就摁着肚子 滚来 哎呀大声啊 尊大声啊 我得罪你了 不敢了不敢了 你放过我这次了 放过我这次了 尼勒佛祖见孙悟空 还不肯罢休 又是说 悟空啊悟空 好了好了 你都智得他够了 好了好了好了 遥恕他这次了 孙悟空见到报仇 也报得差不多了 于是乎就大声地喊 好了 看在佛祖面上 我这次就遥恕你了 你抹大口等老孙出去 你迟些这么多 我把你的肚子捐出来 那个妖魔呢 就虽然是肚痛 搞到翻来覆去 只还没曾伤到心 那猴子王呢 就虽然在里面 煲手那煲 只还好心地 没将他的心肝碾碎 俗语都又说 人未伤心 就不得死 花残叶落 是根菇 所以虽然是得半条人命 只还不至于死 听到孙悟空叫他 抹大口 他就忍住 抹大口 孙悟空一跳 跳出来 燃翻本相 拿这条棍 还想办 尼勒佛祖就快点 一手 将魔王 折折他的包袱皮 那里 这样才收回他一条命 佛祖就拿回那支 薄薄轻轻轻 薄下布袋来问 嘿嘿 叶束 你将我的灵灵 拿到哪里 哦 原来 吸孙悟空 那个灵灵 是佛祖的宝贝 怪得这么厉害 那魔王就快点说 那个灵灵 被孙悟空打烂了 那就快点还回 税金给我 主人公 他的税金堆放在大殿连台上 尼勒佛祖就背着包袱皮 笑口细细地对孙悟空说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一起去收回那些黄金回来 孙悟空见佛祖发力无边 怎么敢说不去 只好跟着佛祖就翻回入寺 只见山门紧闭 佛祖就将那支搏搏锤的棍子 向着大门一指 大门就开了 里面那晚小妖精就知道 老魔王已经被擒 各自收拾行李打算逃生 被孙悟空截着 见一个打一个 见两个打一箱 将五七八的小妖 统统打死了 原来都是山精树怪 兽业琴魔来的 佛祖就将那些碎金收在一起 吹口鲜起念动咒语 即时反馆还原 变回个霞光闪闪的金铃铃 于是佛祖就辞别孙悟空 又回回去极乐世界了 那个孙悟空就立刻进去 解下唐僧珠八戒沙和尚 那个傻佬吊了几天 饿得远了 一落地 多谢都没说 他就立刻撲进厨房 找饭吃 一打开大锅 哇 闷闷一锅头饭 原来那个魔王 刚刚煮好饭 孙悟空就打上门来 所以都没曾吃 逆了那个傻佬 一吃就吃了大半锅饭 然后拔了两瓶头 就被师父和沙和想吃 他两个也饿了几天 每人吃了两碗饭 唐三藏问及妖怪的事 孙悟空就将先请 荡摩天尊派归蛇 后请国师谢太子的事 和尼勒佛祖修行妖怪的事 细说一遍 唐三藏又问 那现在中天神天杖 还运在哪里呢 孙悟空就说 哦 好像在地牢里面 八戒 我和你去解救他们 那个傻佬 吃饱肚 又是整个生猛了 斗手精神 拿回他的九尺钉扒 跟着孙悟空入到后面 两铁扒 打开地牢门 将天神天杖解开城索 请出来大殿上 唐三藏披上袈裟 一个个来拜祭 然后孙大圣送五龙二将 回到武当山 送小张太子 和四大天杖回宾城 然后送二十八叔归天府 吩咐揭替迦南国归远处 师徒四个安心休息了大半日 为饱匹白马 执拾好行李 第二天光就起程 临行的孙悟空 还放上了把火 将真楼宝座 高国港堂 统统烧为灰准 离开小西天 高高兴兴 一路又是行了一个多月 正是春心花放之时 几处悬林 街陆暗 日饭风雨又黄昏 唐三藏拦着马问 吴空啊 天色将晚 今晚在哪儿住宿好呢 哎呀呀呀 师傅 你找地方住而已 容不疑呀 我三兄弟都有本事的 诸八戒就斩草 沙和想托木头回来 老孙做木工 在这里跟你搭个草棚 任你住够一年半再都行 你急什么呀 喂喂喂 哥哥 这里怎么住的 你看门山 豺狼虎泡 这样的地方遍地 妖怪邪魔 日头经过都怕米哥在这里住了 哎呀你个傻佬 你怎么没胆量 你怕什么呢 不是老孙夸大口 我这只鱼以金扑棒 天跌下来都撑得住 司徒正在议论 远远见了一座山庄 哎呀行了行了师傅 你看六树丛中有人家 我们去借宿一宵 明天再起程 唐三藏就吹马前行 果然见了一个村庄 唐三藏就下马 见到一间屋大门 闪到实 唐三藏就叫了几声开门 没有人应 他就走过去敲了几下门 里面有人喝出来了 谁是一只大呼小叫 跟着白爷公扶着拐掌出来开门 眼里面一点笑容都没有 唐三藏就一见他样子 就连望合掌当空 谷公私礼 老师主啊 贫增乃是东土 猜往西天取经的 刚到贵地 天色已晚 上来贵府借宿一宵 万望方便方便 那白爷公 由头到脚望唐三藏眼 和尚 你还想去西天 那里哪里去得这么容易 这里是小西天 如果要到大西天 不单止路途遥远 道路艰难 你别说地处 就是我这里你都难过的 怎么呢 怎么呢 老师主 为什么呢 那白爷公用手指着西边说 我们这条村西边三十里有座山 种满了那些耻树 这座山有方圆八百里左右 漫山遍野都是此树 故事是叫做此山 又名七拙山 老师主 为什么叫做七拙山呢 自古有云 此树有七拙 益寿多阴 又无着斗 无虫 商业可换 果子结实 枝业又肥大 故事是叫做七拙山 唐三藏就说 哎呀 那整座山都是此树 那真是当地之福了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们这里地阔人稀 那座山自古都人烟难道 哪里有人去摘此 只要任他树就跌了下来 在山中叩得烂了 所以每年的树一树就将山洞山那都塞到满了烂树 变成臭气昏天 如今不过吹东南风所以闻不到而已 这座这样的山 哎呀 走迈去都不行 你别说过去 唐三藏一听 心中烦门 低头不语 算不过我忍不住脖子就说 哎呀 你这个白衣公 你真是不通情理 哎呀 那你不肯收留我们过夜 那不就算了 我们最多就蹲在树脚下蹲一晚 你说这么多东西来吓我师父做什么 我白衣公故意跟唐三藏说话 没有见到孙悟空 被他一喊抬头一望 哇 哎呀 这样的样子 吓得整个都害怕了 只要他又耳脑卖脑 撞起胆来拿着拐掌 指着孙悟空 声阵阵地说 你你你你你你你 什么妖怪你 你你你你看你的样子啊 好像个病坏肺炉鬼那样 嘟长条嘴 眼瞳瞳瞳地望着我做什么 你我这么大年纪了 你你你你你来欺负我老人家做什么 你哎呀 你这个奴家伙 你真是有眼无珠的 你说我肺炉鬼呀 上书也有说的 形容衰古怪 石中有美欲 你如果正是识得以貌取人 那你就错了 我虽然样子麻麻地 知我的本事非同一般的 那个白爷公一听 虽然不能说他有本事 那就问了 那你是何方人事 声心名水 你有什么本事啊 哎呀 你这个白爷公 原来你不认识得我啊 好了好了 让我告诉你 我早居东圣神州 骁勇又打工又作语 掌佬啊掌佬 请入寒舍坐下了 请入里面坐了 入到里面 白爷公又搬台 又搬等 又吩咐冲茶 又叫煮饭 十分恩勤 一会儿 底下的人就捧一碟一碟 面筋豆腐 糊角 萝卜 芥菜 一碗一碗白米饭上来 摆到满台都是 司徒四个就饱食一餐 吃完饭了 我猪八戒就拉側酸 吴空角 喂喂 个个啊 啊 刚才那个老家伙 黑口黑年 不让我们进来 啊 现在整个变了 你真是小家的 这么多宅饭 说到什么呢 你不知道 明天 他十菜十果 来请我老孙 哎呀 哥哥 你真是不知丑 刚才那样 靠那几句大话 吓人一餐 明天还想来 骗个啊 你真是 哎呀呀 你不是这么多嘴 老孙自有处置 吃完饭的时候 已经漸漸天黑了 那白爷公 又叫点灯 大家就坐齐在厅 上面来谈闲计 孙悟空就问 老公公 你贵姓啊 小姓李 哦 那这儿就叫李家庄 你看看 不是 我们这儿叫做陀罗庄 共有五百户人家 杂姓很多就唯独我一家姓李 哦 那李施主 你对我们这么客气 哎呀 施主 你有什么叫我们帮忙呢 那白爷公就立刻起身说 哎呀 刚才我听见你说你会捉拿妖怪 哎呀 我们这里有个妖怪 好厉害的 长老说 如果你能够帮我们捉住他 老汉自然有重赏 孙悟空就抢前一步 好呀 好呀 这样就多得了 多得了 朱八计就对沙和想说 哎呀 你看看 那个猴子啊 一听到有人叫他捉 妖怪的 好像见到外府 都没那么亲热 又打工 又作一 哎呀 原底 你又不知道 打工作作一 就是落顶的 那不会被别人抢掉的 唐三藏 见到孙悟空口轻轻的 答应说他捉妖怪 就拉则孙悟空讲 哎呀 你只猴子 你 凡事要想清楚才行 如果那个妖精神通广大 你捉他不到 那岂不是变成我们骗了别人 哎呀 师父 你不用怕了 老孙自有办法 等老孙再问一下 孙悟空又上前问 老公公啊 你连这处地势清平 又有这么多人家居住 都不是偏僻的地方啊 怎么会有妖精胆 上这处高门大户的呢 长老啊 长老 哎呀 我对你说实话 我们这处呢 一向都平安无事的 哎呀 只是前三年六月间 忽然间一阵风吹过来 那阵大家都不得闲 落田插紧样 见到一阵狂风 就以为翻风落雨 哎呀 怎么知道这阵狂风吹过的地方 牛马 猪羊鸡鸭鸭鸭 通通被那妖怪吃光 连人都減生吞啊 自从那阵起 这两年啊 年年都伤害了很多人啊 长老啊长老 如果你有本事 能够捉得到这个妖怪 那我们呢 就一定重重囚借你 哎呀 那这个妖怪 挺难捉的 猪八戒就快点插 是咯 是咯 真是这个妖怪难捉了 我们行脚 真的借宿一晚 那么多 明天就走的了 哎呀 怎么捉得到啊 那个白依公一听就 啊 原来你们是骗饭食的和尚来的 错见面就夸口弄舌 说会移声玩斗 会琴魔组妖 真是求你捉一阵 你就说难啊难啊 地打退堂鼓咯 哎呀 老公公 妖精又没什么难捉的 知你们这里人多不齐心 故知难捉咯 长老 那你又怎么知道 我们人心不齐才可以的 车还用问呢 妖精都来骚扰了三年 都不知道伤害了多少生灵 那你们成五百家人 每家出一两银 那样五百两银啊 去哪里都请到个法师来 捉摇平摩啊 为什么白白受他三年折磨 才可以的 长老啊 你又不知道了 讲到说花钱 我们哪一家不肯花费三五两银啊 哎呀 前年在南山那边 找了个和尚回来续摇 那个和尚又笑香又打零零念恐雀经 发华经 谁知一阵风吹过来 过得一阵间我们进来一看 哎呀 那个光头就变了个烂西瓜 原来那个和尚就白白送命了 那不是 搞到我们又赔钱 又贴官母 还要将钱钱给他徒弟 谁知他徒弟严少 要去告状啊 官司到现在都没打完 那以后就有没有再请人来收行妖魔呢 有 去年又请了个道士来 那道士又怎么做呢 哎呀 那道士最初就是威威适 头大金官身穿法衣 那些金牌敲得哆哆响 那些符水又潑得整地都是 驱神显掌 谁知个妖魔来之后 两个打了一晚 第二早上我们一看 哎呀 那道士都浸死在山溪那里了 哎呀 那又是赔钱买棺材了 那不是 哎呀 那妖魔这么厉害的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算 治得他行 掌路 你如果有办法就帮下我们了 那啊 那妖魔原来这么厉害的 好了好了 既然他厉害就我来捉的了 对了掌路 你如果有本事 我即刻请本地几个老者来 我给你订个文书 只要你能够捉住那个妖魔 我任凭你要多少银两半分都不少 知道这样啊 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切勿和我们计较 国安天命啊 哎呀 哎呀 那位老公公 被人杀赖 也吓得怕了 哎呀 我们不是这样的小人来的 你快点请村中父老来吧 那白爷公就满心欢喜 立刻叫家 同去请左轮右舍的表姓 求父陈家朋友 一共八九位老人家都来 跟唐三藏师徒相见 大家听到说能够捉妖怪 真是欢天起地 一起来到问唐三藏派哪个去族了 我去啊 众人一望 当唐冷了半个月 哎呀 不行啊 不行啊 那个妖怪神通广大 身材又十分操壮 你这位长老 小小小 哎呀 都没够他涉牙了 哎呀 你们又看错了 我小小小点 知道我杀杀杀杀杀的 哎呀 你都不知道 我是喝了磨刀的水的 整吐兽气的 那帮老姐 见他这么说就只好依从 好吧好了 那么长老 如果捉住妖精 你要多少借礼呢 哎呀 何必看钱呢 看钱伤和气 黄金一股俗气 白银一股腥味 我们是积德的和尚 哪肯收人家的钱财 哦 原来你们是售界的高增 不要钱的 哎呀 知怎能够有兇奴之利的 那咯咯咯 我们国家都是以种田为生的 如果降伏了妖魔 帮我们地方除了大海 那我们每一家人送你两某良田 坐落一柱 那你师徒在这柱建一间寺院 来打坐参蝉 好过方向温柔啊 孙悟空听到他这么说 就笑起上来 哎呀 哎呀 这样就更加不行了 不要不要不要 哎呀 有田地要交捐税 要立工粮 要当差 要养马交草料 嘿 三家就要起床 五股都未得安眠 那就真是烦死来了 那帮老人家就说 那 那你们又要些什么呢 那我们又如何报答 你们才可以的 嘿 出家人 一茶一饭就叫做答謝的了 好好好 那 那长老 你何时去捉拿那个妖怪呢 我这样就容易呢 他何时来我就何时捉拿 那妖魔好厉害的 长老啊 奇大无比的 来时风去时无 那你又怎样捉得住他呀 哎呀 呼风 驾霧的妖精 我当他是孙子那样来玩而已 身材高大 多大的银恶棍 正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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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间 呼呼声风响 吓到整屋人都害怕了 哎呀 不得了啦 真是靓的啦 刚刚在那里 他就立即来啦 那个姓李的老公公 就快点 闪到大门 整班亲亲戚戚 连同堂三藏 拉在一起 就捐入房里面 住八戒 从沙和尚 见了阵风 越吹越猛 亦都想逼迫进去 谁知被孙子一手拉着 呸 你迫进去 哎呀 你两个真是无谱的 出家人 怎么跟他不分内外的呢 你两个跟着老孙子 站在那里 看看妖精是什么样子的 喂喂喂 哥哥 那阵风这么厉害 那个妖精 就实是很厉害的了 我跟他又素不相识 又不是友亲 又不是双胶固咎 我看他做什么 算不凶 听都不听 一手拉一个 拉出天井 站在那里 那阵 已经天黑了 那阵风一吹过来 所有的灯火 吹熄了 整条村 静英英 连狗都不敢吹 越吹就越厉害 吹下吹下 变成飞沙走石 朱八戒就吓得 整身打阵 整个趴在地上 那条长嘴 都堆入地下的泥沙那里 沙和尚都被风沙吹到 抹不大雙眼 用手掩住他头 只有个孙悟空 插着腰 灯大雙 金睁火眼来看 还用个鼻歌来闻一下 震锋 是什么味道的